新北市政府 再段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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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防洪计划 所牵涉到的都市人口 非常的众多 总共这个井水溪呢 有大约24万的人口 这可以说是在我们 这个一人水计划 也就是俗成80800亿里面 影响人口相当大的一个区块 在都汇地区 在这个所谓塔道坑溪汇河 大安溪的这一个下游地方 有这么密集的都市人口 有工业区有住宅区 所以可以想见 当要进行这样的一个 防汛工程的时候 他所遭遇到的困难跟挑战 是非常的多 那这次真的要特别感谢 我们朱市长所率领的团队 在地方的一些 应半事项上面积极配合 大家的辛苦没有白费 我们根据刚刚的简报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地区过去 在塔辽坑溪的下游 在台风来的时候 淹水的受影响人口 大概有4万人左右 但是根据我们现在 最近这几年已经陆续完成的工程 现在会受到淹水影响的人口 只剩下2900多人 我从担任政务官以来 每次到不同的地方去视察 坦白讲 我不管是从地方政府所长 民意代表 或者是一些乡亲 他们所告诉我的都是 这种治水的钱是值得花的 因为他们的生活可以改善 从原来经常就要每年都要在那里 抱怨说又淹水了 到现在已经可以过一个正常的安定的生活 我觉得政府的存在就是应该要用我们的公务力算 来替民众做好这些方面的事情 这是民生议题 也是我们不分蓝绿 全国民众最关心的议题 那么我希望我们在新编的 这个6年660亿呢 也能够继续发挥这样的一个作用 而且因为比较重要的一些淹水的 这个水患区域 我们都已经在前面8年的时间加以整治了 所以接下来的这些钱呢 当然他们一方面是有面积会慢慢扩大 有的在一些未完成的工程 我们还会再做更细腻 所以这个整个钱的用法不完全一样 而且我们也加入了很多新的 最近这几年发展出来的水利跟防灾的概念 我们希望能够更用更多的非工程的手段 来弥补过去只靠工程手段的不足之处 但不管怎么样 工程也好非工程也好 都会地区也好 乡间地区也好 只要是有淹水的地方 我们希望能够善用全国纳税人的每一分钱 让中央的地方通力合作 来做好这个治水的工作 这是我们作为政府的这些公务人员 对于我们全国民众 对最专严神圣的一个承诺 那么我要再度的感谢 朱市长团队非常有效力 我们大家掌声来给他鼓励一下 谢谢朱市长 谢谢大家